12月11号晚上,一对来自深圳的中国背包客夫妇 在青海大剧院发表了基于环球旅行对生活思考的演讲 据了解,季乃冈和林亚夫妇从2008年开始环游世界 已经共同旅行了13年 50后的季乃冈擅长多种中国传统乐器 80后的林亚擅长写作及自媒体传播 目前,他们深度游历过128个国家和地区 一路上践行的是苦行森班的旅行方式 我们的环球旅行是自助,背包自助的 就从来不跟团,也不请,没有人帮我们拍 也没有帮我们安排生活,就是我们两个人 我觉得这就是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 其实物质生活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从这个精神文明和这个文化的追求上 应当也有同步的提升 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就是走出去 每次书行 纪乃冈都会带着中国乐器二胡和笛子 他表示音乐是无国界的 用音乐作为中西方交流和沟通的工具 会更加直接和顺畅 同时还弘扬了中国的灿烂文化 让国外友人通过他们两个来了解中国 有很多时候只要我的笛声一响 或者是我有时候坐在公交站 我们等长途巴士的时候 我就拉起脚这么一来 就很多人主动跟你交流了 然后有的人就请我们到他家里去了 去做客去了 这个时候你就有更多的发挥的余地 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传播的一个媒介 林亚告诉记者 他们去到每个国家及地区都会深入地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及文化 并通过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发到网络上 希望通过他们的镜头和笔尖 让更多中国人多维度高频度的了解世界 用徒步的方式 坐车的方式 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抵达 去采集风情 另外的话我们也会去跟很多人去打交道 跟当地人打交道 包括老百姓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细节 哪怕是最最简单的垃圾分类 我们去看人们是怎么做的 然后回来去分享到给我们身边的朋友们 新宁市民贾凤梅表示 很羡慕这一对背包客夫妇 通过他们的演讲 记录和分享 也了解到很多国外的文化 认识到了更多面的世界 世界各地去旅游各方面 然后传播了很多爱啊 还有知识啊 音乐啊 我就觉得在每个人就是实现了 他的这个财富自由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应该出去看看 到处去走一走 然后有很多的收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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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